HELLO 今天和大家WROOM TOUR 啦 開箱吉隆坡12000元的住宿到底是怎樣 首先看到這個開場的地方 其實就是床旁邊的梳妝桌 對著窗口 景觀是不錯的 一看出去是看到雙子塔和吉隆坡塔 旁邊就是床 1.5米雙人床 冷氣、射燈 這裡是無主燈設計 到頂的衣櫃 有衣架 今次沒有夾晚了 離開了香港 很多地方的樓底都很高 睡房有道門可以直接通往 洗手間 有一個淋浴區 這邊讓你放侮辱路那些 馬桶 洗手盆就是這樣的 鏡頭也挺高 適合高人住 另外一道門出去就是飯桌位置 這邊就是門口位 道門很闊 鞋架 還有盆架花 這邊的水 39溝有10支 地板是雲石地板 客廳位置有電視機 下地玻璃窗 客廳地毯 沙發 廚房位置 升盤 洗衣機 雪櫃也挺大 我們住了一個月 它安排了一次收拾房 走廊位置 酒店另外一邊的窗 就是看著我們上次走過的商場 會所 經過一條橋走到對面 有個看到雙子塔的毛邊 就是泳池 這邊還有個汽水池 你就可以和你的節目在這裡喝茶 聊天 跑步機 它都選得挺疏 我玩過這個 練平衡的 超辛苦 啞鈴啞鈴啞鈴 拉背和推胸 拉背那個壞了 太空漫步機 現在走跑步機 打算走半個小時 有得看Youtube 不行 騙我 這裡住也挺方便的 因為樓下就有一間便利店 買水不需要走得很遠 而它近住這一區最旺的大商場 Pathelium 都是過兩個街口就到了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我覺得那個升降機實在浪費太多時間了 它的升降機本身就有六部 好像幾多這樣 但是這層樓其實都很多層 所以每天的客運量都是相當之龐大 加上上樓是要用時卡的 一張就拍電梯 一張就拍你的火門 它的升降機是不能逐層按的 你是拍卡 不知道去不去到你那層 不知道成不成功 因為我們都住得比較久 差不多整個月 你看到很多遊客 每次都是不太成功去到那層 要觸摸一下 就是在這裡遊升降機 相信大家旅遊的時間都相當之寶貴 這一點就考慮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你們覺得這裡如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拜拜 我們下次見